据法新社7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 基辅方面对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计划毫不知情 报道提到 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爆料称 事发前在得知乌方计划破坏该管道后 欧洲的一家情报机构将此事告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报道称 6月7号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 泽连斯基表示 作为总统 他的确有权下达命令 而对美媒称 北溪管道被炸毁是乌方所为 他说 我并没有那样做 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和情报部门 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 并补充说 他希望看到证据 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百分之百 泽连斯基说 在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言论前 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独家爆料称 在北溪管道被破坏的三个月前 拜登政府从一个亲密盟友处获知 乌克兰军方计划对北溪管道发动秘密袭击 按照该计划 乌方将派出一小队潜水员执行袭击任务 任务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报告 该报还进一步表示 是欧洲的一家情报机构 发现了乌方计划的详细信息 并在2022年6月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贤参赞 安德烈·列杰涅夫6号 在对美媒爆料发表评论时称 这是白宫在试图通过媒体 散布有关此事件的新版故事 他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目的是迷惑国际社会 这是预感弥彰 在其情报机构臭名昭著的保密信息的支持下 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版本层出不穷 简直到了陈词滥调的地步 他们不遗余力的 想把美国官员曾扬言 终结我们管道的可耻言论抛出脑后 此外 他们还设置障碍 阻止俄罗斯中国和巴西在联合国安理会 呼吁开展的一项透明国际调查 列解涅夫表示 俄方坚信真相将会占上风 就我们而言 我们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 确定事件的真实情况 并追究针对关键基础设施 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和支持者的责任